在這單中呢,我們要講的是 如何框選一個表格 一般使用者的習慣,都是用滑鼠 按住他的滑鼠左鍵 來往下或往右 用框選 但是這框選呢,你要控制好 滑鼠的一個移動 不然來講呢,有時候會過頭了 你要回頭 當資料量越大,越容易幹嘛 框過頭,又回頭 那這裡面呢,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用這樣框呢,他本身來講沒有錯 可是這樣方法呢,因為你要控制滑鼠 我跟你講,對滑鼠不是控制那麼好的人 是不方便的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說按住SHOOT鍵 然後我一定要在表格的左上角 我按END鍵 然後再按向下鍵 然後這時候呢,他會自動幹嘛 幫我直接框到有資料 跟沒有資料的位置上 那我再按END鍵 再按往右鍵 有沒有 他也一樣會這樣子 直接幫我框到沒有資料的位置上 所以這樣框選方式也可以 可是這樣框選方式會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要一直按住鍵盤的SHOOT鍵 然後再按M的上下左右這樣來調整 那 Excel來講,微軟他提供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所謂的快速鍵 快速鍵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按CtrlA 他就自己偵測 你這個表格範圍有多大 自動幫我們框選起來 那我就不用幹嘛 按一大堆的鍵或用滑鼠操控 比較快 而且比較方便 而且比較方便 嗯 O O O